而且彭承津阳这一次的奥运会 相信这次动画会 你们一定收获了很多 包括你身后 我刚才看的 我数了一下 这好说得有六七个冰灯灯吧 我真的 我还没注意 哪 得有八九个了 在后面的墙上 我一直在看 怎么了 这是前两天去奥运村扫货了 是吧 对 昨天去参加闭幕式前 然后给了我们 可能15分钟的时间吧 然后赶快去扫货 一刻都不能停 买了多少呀 要不你稍微让人 让我们看一眼 到底有多少个 哇 哇塞 原来你身后还要这么多个 九个 其实在奥运会 两年前 我就开始关注了 那个冬奥会的 那个奥运旗舰店吧 当时真的没有人抢 然后货品都非常的充足 我然后我那个时候就开始买自己喜欢的那些小手办 然后凶章 还有那些小挂链 那时候就开始买 然后因为我知道到时候肯定会送给身边的好朋友 因为他们知道我是运动员 然后我觉得送给他们这些东西会非常的有意义 既告诉他们了我们的奥运会 我们的举办的城市 然后又证明了我们自己自身存在的价值和意义 就非常的好 如果我们的价值和意义就会让他们来说